抗衰老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吃什么营养剂能够帮助抗衰老 更是我们大家关心的话题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 潜在的对抗衰老有帮助的营养素 硫磺酸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它通过什么样的激励来抗衰老 我们应该怎么样补充 以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副作用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去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叫衰老 实际上衰老 它描述了我们越来越不能修复 我们在生命过程中 细胞组织和器官造成的损伤 以及对抗疾病的能力的下降 还有就是我们不再能够应付 外来的各种各样的生理的 生化的和情感的压力 这个结果就造成身体的老化和死亡 那么硫磺酸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是蛋白质分解以后的产物 这个蛋白质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来源于动物 一个来源于植物 而硫磺酸主要是来自于动物蛋白 比如说像牛肉海鲜还有奶制品 现在我们喝的那些能量的饮料里面呢 也常常加有硫磺酸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硫磺酸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它在逐渐的减少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如果我们补充硫磺酸 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衰老减慢呢 研究人员呢 首先是在动物身上做了研究 比如说他们给15岁的猴子 复用硫磺酸观察6个月 发现呢 这些猴子在复用硫磺酸以后呢 免疫功能提高了 血糖水平下降了 他们的骨脂密度增高了 他们的体重呢也减轻了 那么因为观察时间比较短嘛 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延长了 这些猴子的寿命 所以呢 他们又做了研究 就是用这个14个月大的老鼠 14个月大老鼠相当于45岁的成人 每天给他们复用硫磺酸 发现呢 复用硫磺酸的这一组老鼠 和复用安危剂的那一组老鼠相比的话 那么他们的生存的寿命啊 增加了10%到12% 不光寿命延长了 而且呢 他们其他的这个健康指标啊 也有很大的改善 比如说他们精力更充沛 他们骨脂的密度更高 他们记忆力更好 而且呢 他们的免疫系统啊 更年轻 那么在动物身上的这种研究 会不会在人类呢 也会重复呢 2022年啊 营养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们报告的是呢 硫磺酸对55到70岁的女性 在抗氧化方面的作用 我们身体应付氧化压力的能力下降 是造成我们不能够修复身体损害 不能够防止机体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呢 硫磺酸跟其他的一些 抗衰老的营养素类似 它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那么这个研究发现 硫磺酸啊 可以防止 抗氧化酶 SOD的减少 因此呢 对我们衰老过程中的 氧化压力呢 有减轻的作用 这个呢 就给硫磺酸啊 作为抗衰老来讲啊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你如果想补充硫磺酸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 到底安全不安全 硫磺酸呢 它实际上说一个半必须氧基酸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呢 在一线是可以把它合成的 因此呢 它不是一个必须氧基酸 但是呢 它合成的原料是必须氧基酸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半必须氧基酸 那么在补充的时候 它是不是安全 到目前来讲 各种各样的研究啊 都证明呢 补充正常剂量的硫磺酸呢 它是安全的 那么多少剂量算是正常剂量呢 就像在人类的研究啊 它给了1.5克 也就是1500毫克 连续服务用16周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服用硫磺酸呢 主要是腐乳期和怀孕的妇女 还有呢 就是有心力衰竭的人 每个人吸收代谢硫磺酸的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补充硫磺酸过量的话 可能会有些副作用 比如说心慌气短 头晕头疼 甚至意识模糊 肌肉僵硬 发烧出汗 另外呢 就会出现一些视觉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视觉模糊 视野变窄 眼睛疼痛等等 当然了 还有就是对硫磺酸过敏的人 那么至于说 一个正常人应该服用多少剂量呢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如果你没有刚才我们讲过的禁忌的话 那么你按每天每公斤体重 30毫克的剂量来补充呢 都是安全的 如果你还在服用其他的药物 那么硫磺酸会不会跟他们产生一种 不好的相互作用呢 目前没有发现严重的问题 只有一些药物会有些轻度的相互作用 如果你担心的话 应该和你的医生讨论一下 关于硫磺酸黄酸 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在正常的剂量上 绝大部分人服用硫磺酸是安全的 第二呢 在你增加任何的营养补充剂的时候 最好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 包括硫磺酸 第三个呢 你在使用硫磺酸补充剂的时候呢 最好服从医嘱 或者说产品上面的给你推荐的剂量 另外呢 很多营养食品里面 可能会添加硫磺酸 你在额外补充硫磺酸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你的其他的食物里面 是不是已经添加了硫磺酸 特别是那些能量饮料 里面不光有硫磺酸 还有咖啡因 以及其他的营养成分 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就是硫磺酸 它作为一个食品补充剂 是不受FDA监控的 所以呢 你对它产品的来源和质量呢 一定要重视 最后呢 就是不要把它放在小孩子能够大的地方 关于硫磺酸抗衰老的作用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期待 下期 Quan